外長講這種人民團體的話 那我就辭職吧 這種話一聽就不是 政府代表該講的話 駐中國的代表 那他有每天都在 跟中國人民接觸嗎 有才相信啊 我現在對 這個美國這個系統的 什麼無言啊 或者誰啊 我第一個都先看 預算有什麼 欸 那第二個再看他 實際的行為是什麼 那自己嘴炮了就不用理他了 我覺得中國從 明年年底到明年後年 重點是大外交 所以台灣的比重會下降 所以其實 大家不用太緊張 那最好 那最好 因為他真的 真的要展開大外交 你可以看到那個泰式 上河之後 中東 歐洲 南太 一大堆地方 今天還講說那個 就突然間又講 上禮拜講說 馬克宏要去 然後被人家講說不適合 今天又突然講說 這個蕭治本人要去 現在不去了 好像是中國不給他來了 馬克宏確定了 確定了 馬克宏是確定的 我的意思是說 中國會 因為美國陷入 俄烏的泥沼 那你又給人家 搞出一個北溪事件 對不對 所以跟德國 法國關係也不會太好 所以等於是 中國又賺到了時間 這就是國際機遇 期又來了 你知道吧 所以中國一定會 趁這個時間 去搞大外交 因為佔的趴數比 是啊 你要換成美元 對 沒錯 那請問你要怎麼裝 他不是要裝1000枚反艦飛彈嗎 西南諸島 那你怎麼會有這筆錢呢 好了 再講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國防預算是 500億澳幣 500億澳幣大概 大概是320億美元 對 320億美元 你換算 大概 這個320億美元 大概你用30來測吧 大概9000億台幣 差不多不到一兆 我們台灣的國防預算 也只有5800億台幣 所以澳大利亞的國防預算 也是比我們多一點點而已 不到兩倍 兩倍都不到 你憑什麼做核潛艇 假議題 本來就是啊 我就說 我每次看到國防部的人 只要在吹牛 你就看他有沒有預算 比如說美國也在那邊吹牛 說我要做多少作戰艦 帥將軍都比大拇指 要做多少什麼什麼什麼 那都吹牛了嘛 你要有錢才能做嘛 本來就是嘛 你編了多少錢嘛 你當過列委就知道了 對嘛 你編了多少錢嘛 這個就是真的是吹牛啦 所以我說 有一些事 像布林肯 你們剛剛談那一輪啊 說針對 他是向人民道貨啦 然後對政府不喜歡啦 請問國際社會 的構成單位是什麼 國家 是政府 是政府 不是人民 那美國政府難道可以 不透過台灣政府 然後就直接跟人民互動嗎 你怎麼弄啊 你告訴我你怎麼弄嘛 對不對 那你說美國可以 你跳開中國政府 那直接希望跟 中國人民或人民團體 來處理禁毒嗎 搞氣候變遷嗎 怎麼可能 你到底在講什麼啦 所以如果 而且他是國務卿耶 國務卿就是外長 對 外長講這種人民團體的話 那你就辭職吧 你就是做人民團體的 理事長嘛 因為這種話一聽就不是政府代表 該講的話 對 其實蠻奇怪的 尤其是外長 外長你所有的單位哪一個 不是政府代表 對 結果你每天都在跟 你最痛恨的中國共產黨的 政府代表接洽 你哪有跟中國人民接洽啊 你在講什麼屁話咧 你不是說你支持中國人民 那請問你有在接觸中國人民嗎 對不對 那你一天到晚接待民運分子啊 一天到晚上去推特 跟那些民運分子聊天嘛 那為什麼你不是在做這件事 那你不要講他啦 講我那個美國那個 駐中國的代表 那他有每天都在跟 中國人民接觸嗎 鬼才相信啊 一天到晚都在跟 中國政府接觸 當然啊 是嘛 所以我說你講這種屁話 是要幹什麼呢 你是美國之音嗎 你作為國務卿 講的話是美國之音的論調 對 這笑死人了嘛 所以我說 我跟你講啊 我現在對 這個美國這個系統的 什麼無言啊 或者誰啊 我第一個都先看預算有沒有 那第二個再看他實際的行為是什麼 那至於嘴炮了就不用理他啦 因為你就浪費時間啦 真的是這樣 來 張先生補充 我自己有興趣 我講了 要車穿那個奧斯丁的講法 你要出兵 我們來算 美國的國防預算 你飛機要換 船要換 換得多了 要換東西太多 而且還要賣人家的東西 來不及生產 庫存品又消耗那麼多 你出兵的條件 你有能力嗎 我們再講能力好了 出兵台灣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傳統的航母來了 三條 四條 幾百架飛機 幾百發導彈 參與台灣的防衛作戰 對不對 現在這是一種傳統式的 另外一種就是俄烏式的消耗戰 消耗戰台灣是獨立作戰 你去消耗 又怕你獨立不久 預除彈藥 然後叫日本出兵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韓國聯合 你們三個來打美國的代理戰爭 但是這個韓日也沒準備好 台灣也沒有照你那個 非對稱戰法再建軍 所以這個局 三五年還步不出來 好了 那你講傳統式 自從有超音速反艦飛彈 有水下超音速的魚雷 你航母能不能參加 航母不能參加 你空軍能不能參加 空軍不能參加 好你陸軍怎麼參加 你陸軍現在募兵還差25%啊 就算你有很多陸軍 你要幾個月才能到台灣 我們拿撥彎戰爭來講 他要花六個月 他要訓練 要動員 要運輸 解放軍 解放台灣 他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他放個30萬軍隊在這邊 你美國是不是要準備60萬過來 他如果解放軍上來50萬人 你要有150萬過來 這都不可能啊 所以你既然用航母飛機 你去導彈去支援台灣已經不行了嗎 你已經退到關島後面去了 真打起來 航母一條都不來嘛 航母不來空軍就不來嘛 空軍不來你廣射幾個導彈 你去造導彈 導彈不會回來打你嘛 所以怎麼算 奧斯丁講這個話 我就搞不懂 剛剛 郭德亮講得很清楚 你預算在哪裡 你現在要撐 你現在美國維持 美國現有的狀態 都有問題 確實 都有問題 你航母也要換 軍艦也要換 伯克局也要增加 這個一大多樣 逐帆不及備載 對不對 陸軍又招不到兵 然後海外養了800個基地 那每天要開銷錢的 所以奧斯丁講 那我請問你什麼時候出兵 什麼時機出兵 是等到這個韓日台聯盟完成嗎 第二個什麼時候出兵 等到你攔截超高音速 極速飛彈的能力出來了 你航母才能出來 那要等多少年 對不對 然後你怎麼出兵 對不對 你不是150萬美軍游泳過來 對不對 天理迢迢 所以這個東西 奧斯丁講這個話 就我們軍人來看 拿點實際東西我們看看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 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